中華隊男籃選拔 我提出的不負責任名單 任何時候講到中華隊男籃的名單的時候 小小的都有一點爭議性 所以你準備好了逃生們等一下可以直接走 錄完節目以後我就可以跑掉 東亞資格賽的時候呢 看到提出的名單 有一個人的名字我完全贊成 那個人叫做包提傑 為什麼呢 因為包提傑在這個球季平均上場在11分鐘 卻可以打他四個以上的籃板 如果以36分鐘平均來算的話 他是全部本土球員籃板次數最高的人 知道了吧 而且他的籃板能力可能會有洋將等級 而且有足夠的身高跟對抗力 在中華隊呢 所有的本土球員裡面 他應該是身材最具有國際水準的一個選手 那另外呢 還有像周伯承 周伯勳 那還有吳戴豪 我覺得這三個人也是不錯的人選 因為畢竟在禁區裡面呢 你要有熊熊的資源 有20個犯規可以運用 在國際比賽才有一定的對抗力 如果打到後場 我就對這個有點疑問 蔣玉安 李維哲 彭俊彥 回核心 這個讓我又想起了一些小小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好像 總教練要避臉 只用自己的嫌疑吧 可是在過去的五年的中華隊 我們都一直沒有辦法逼這樣子的嫌疑 在 徐映澤教練當總教練的時候 樸淵的三後衛為什麼是中華隊的三個先發呢 好像也沒有別的球隊的後衛在裡面了 這個問題好像就 不太理想 那過去這幾年最好的後衛在台灣會是誰呢 我覺得李學玲的名字應該跑不掉吧 陳世念李學玲跟 今年冠軍賽MVP蘇逸捷 應該是最近這幾年最好的後衛 那為什麼不用這些人呢 嗯 好 暫且不說他們大概29歲30歲昨年 應該是黃金時期了 而且在經驗值上在體型上面在表現出的成績 以及過去的歷史 應該都是以這些球員為主力選手 所以後場是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那在封線來看呢 我覺得封線的選手 也有一些小小的差距啊 我們看名單裡面有 陳立煥 胡蓉帽 胡凱翔 這三個選項並不是不好 只是 如果你真的要選這三個人的話 你為什麼 沒有考慮 像 簡浩 或者是林金榜 或者是 陳順祥呢 我覺得這幾個人選 仍然在國家隊的表現 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除非你今天是用練兵的方式 來看待這個比賽 你帶年輕球員去打 那是另當別論 可是 在過去這麼多敏感的幾年 我們都看到了 大部分的總教練都使用自己人的方式 希望栽培他們的能力的提升 而忽略掉到底是誰應該是最好 最需要打國際比賽 來讓他們來出賽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最根本的問題 那第二階段要打瓊斯杯跟亞洲杯的時候呢 我們才會有新的人選加入啊 這就包括了我們剛剛所提的蘇毅傑 還有宋宇軒 呂正如 包提傑 簡偉如 曾文底 陳英俊跟吳鴻星 那另外呢 我覺得 有兩個球員我們必須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李奇偉 跟這個黃鎮 這兩個球員在今年的這個季後賽 也有相當理想的表現 有足夠的升高 也許在左右移動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可是 這是兩個值得讓我們上場有栽培的可能性的選手 特別是打瓊斯杯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讓這些球員有更多上場的機會 不過 有名次之爭的亞洲杯的話呢 可能就必須要用最強大的實力 來跟對方應戰 另外還有不同的觀點 就是在洋將的選擇方面 知道 Davis已經繼續續約了 可是 到底洋將我們一直用中鋒是最好的嗎 也許我們的禁區人才或體型不夠 可是如果包提傑來 他在底線可以做防守上的對抗 可以抓籃板的話 我們也不妨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真正有一個 在亞洲裡面 讓對方所有球的位置頭痛的 得分型的 六尺六寸左右 有運球攻擊能力 外線跳投能力的選手 那個可能才是在我們所有比賽裡面對戰 最具有優勢的一個點 那如果其他球員做好防守的功能 有一個攻擊點 可以隨時拿下大量的分數的話 對我們贏球的機率相對會高一點 當然這是一個另類的思考的方式 也希望中華隊的戰績在今年可以打得非常的好 也希望周俊山教練呢 可能跳脫過去的思維 讓我們中華隊的戰績可以爭爭日上 Peace